還剩下9天 第18季XPL超級籃球聯賽 便將點燃戰火 各隊伍不是加緊腳步調整 要以最好的狀態 迎接新賽季的到來 上個球季風光捧起 冠軍金杯的台皮 季外更是有多名戰力加盟 直指連霸 其中老將陳世念的回鍋 更是讓總教練周俊三 感到放心不少 我們今年還是以團隊為主 台北球隊的球鋒一直以來 都是靠團隊作戰 尤其是這幾季相當的明顯 球隊每達到一個高峰 拿到冠軍之後 總是會有一些球員流失 往更高的地方去發展 總是在資深球員上面 球隊確實是比較缺乏的 四年的加入之後 對於整個後場的彌補 對經驗的傳承 有很重大的經驗的傳承所在 老 中 青 三代到位 戰力整齊的綠山軍許事待發 而先前在MOTAN挑戰賽 打出新氣象的九泰 則是要持續大打速度戰 至於蒲園在迎來新主帥 演行輸後 也在持續磨合當中 我想我們今年的主要 還是以這個好的防守 然後去轉向的一個快速的進攻 那在整個進攻上 不會去很刻意去做系統戰 那主要還是打觀念的球 球到什麼地方 人到什麼地方 我們等外援洋將 Jordan來了之後 可能會比較能夠評估 整個球隊的狀況 我們希望這個賽季 在開季的時候 大家都能夠健康地歸隊 然後戰力越往後面的時候會越好 本季XPL採取單洋將制度 各隊也都已找定洋將人選 其中玉龍更是已經在關護杯 讓Rock Him Christmas上場調整身手 台銀則是大膽使用風線型小號洋將 本土常人將會有更多發揮空間 當然實際狀況還是開打才知道 屆時收看未來就能看到精彩的籃球賽事 更別忘了絕殺24也將重出江湖 不管是各隊備戰狀況 精彩好球 甚至是史丹利愛說笑 各位球迷千萬要鎖定啊 我來提出新聞採訪報導